好,那么从这一节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从入门到精通的这样一个动画部分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一个建筑生长动画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点击播放 好,首先是四根柱子,那么就要生长出来 然后是主体建筑的这样一个生长过程 好,那么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现这样一个建筑生长动画 好 好,首先我们打开过门提供的场景文件 那么呢,首先我们进入它的前示图 那么我们选择最前面的这两根柱子 好,那么进入前示图 好,然后再次选择前面的这两根柱子 下面呢,我们就来开始为它制作一个生长动画 那么首先我们进入它的编辑面板在这个修改器列表中 我们给它一个切片修改器 好,那么自己现在我们就给它听见了一个 切片修改器之后 那么在视图中会显示一个橘黄色的这样一个现框 好,我们进入其他视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就是一个现实的 就是一个橘黄色的一个现框 那么呢,好,我们再次回到前示图 我们选择第三个 移除顶部 好,那么来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好,移除顶部以后 那么呢,我们选择这个前面的这两根柱子呢 那么在这个 橘黄色的现框上面的部分 那么就已经消失了 好,那么我们现在要的效果呢 就是从这个柱子的底部进行生长 一直生长到这个柱子的顶部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移动这个现框的位置 好,我们选择这个切片的切片面以后呢 那么现在这个橘黄色的现框 会变成一个黄色的现框 好,那么测试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面呢 进行移动 向下移动 OK OK 移动到最底部 让它在这个石头中全部看不见 那么首先呢 我们 这就将这个 时间 时间滑块呢 移动到第50帧 好,在这里输入50帧 那么它就会 很准确的 爬到第50帧 然后打开自动关键点 打开自动关键点以后 我们向上提醒 好,OK 关键 关键自动关键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 在我们拖动时间滑块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 这样一个柱子呢 就会有一个 就会有一个向上生长的 这样一个过程 好,现在我们 已经完成了第一部分 那么就是 前排柱子的 生长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完成后排柱子的 这样一个生长 好 好,现在我们来制作 后排柱子的 这样一个生长的话 我们将实现滑块 拖动到 定定阵 好,那么前排的柱子呢 那么就会 消失 好 我们选择 后排的柱子 这样的 在修改器里表中 我们给它一个切片修改器 好 这样的操作 我们移除顶部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再移动它的这个切片面 好 好 那么 同样的 我们再将实现滑块 而拖动到第 50帧 那么 此时 这个 前排的柱子呢 也是 伸展出来 然后 打开自动关键点 好 那么现在呢 再次 拖动这个 平面的位置 OK 下面 关闭自动关键点 好 那么现在 选择 那么这个 切片的 最高层次 然后 框选 OK 这两个关键点以后 向后 透露 再来 透露到底 70帧 那么 从 45帧开始 一直到 95帧结束 好 好 OK 我们进入 透视图 这个摄像机视图中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那么 此时 这个 窗口中 此时 那么 摄像机视图动画呢 只有95帧 那么 我们将实行配置 它设为95帧以后 看一下 点击播放呢 点击播放呢 好 那么 最后有一个柱子的 生长过程 生长过程 动画 好 还是 不错的 好 柱子的生长过程 那么 已经生长完成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来 制作这个 房子的 主体的这样一个 生长动画过程 我们将这个 场景呢 解冻 那么 选择 这个房子的主体 这样的 我们在这个 编辑面板的修改器列表中 我们给它一个切片修改器 OK 移除顶部 那么 现在呢 再来调整一下 它这个切片的位置 我们进入前夕图 好 OK 那么 有人就会 提出疑问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给这个 房子的主体 添加这个 嗯 切片修改器以后 那么它的这个 平面的位置呢 不在 这个房子的 中间 而这个 柱子的 添加这个 修改器以后呢 这个平面的位置呢 会在 柱子高度的 这样一个 中间段 好 那么这是因为 这个 物体的 控制中心的位置 就会影响这个 平面所在的位置 好 要是 我们为了想这个 让这个 平面呢 在这个房子呢 添加修改器以后 那么这个 平面的形式外景呢 会要在这个 房子的 正中间 将这个 房子的 控制造型呢 放到这个 房子的 正中间 好 那么这是 非常简单的 那么 现在 我们加时间滑块 讨论到第 75 正处 好 我们在这里 选择 75 然后 打开自动关键点 这是移动这个 平面的位置 好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 这个 试下 再次选择移动工具 那么对这个 平面的位置 切片的位置呢 直接调整 直到完全 这个建筑的 物体 完全显示出来 好 关掉它 它是关闭自动关键点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将时间配置 可以调整到165帧 好 并且 选择 在这个 房子 主体建筑物 被选择的情况下呢 在时间来 这里 选择 它的 关键点以后 好 再次移动 这个关键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这个 特视图 摄像机视图呢 我们来观察 好 好 那么这个 柱子生长完毕以后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 房子的生长 OK 好 那么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好 到这里呢 那么整个动画的 整个建筑的生长动画 那么就已经 设置完毕 OK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的效果 好 这是我们设演出的 序列针 我们来看一下 正在进行导入 好 导入完成 那么我们点击播放 好 就会看到我们 所得出的这样一个建筑 生长了动画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是 非常不错的 OK 在这里呢 我们这一节也就 到处为止